接下来带你来看好久不见的曲美凤 她最近呢上节目接受王伟中的专访 谈到有子万世俗的日子 她说相当的满足 对于过去备受争议的性爱光碟事件 曲美凤她不避讳 还说未来不怕孩子看到 至少当时身材还不错 说自己会跟孩子说 至少老妈年轻时身材还不错 去年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曲美凤 和老公生下宝贝儿子 生活过得幸福美满 酒没露面 现在的脸蛋略显圆润 胖了不少 更别说以前鲜瘦的模样 可是当时政坛的漂亮宝贝 走过风暴进入家庭 现在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 曲美凤在流言蜚语中度过十一年 重新展开的人生 她说还活着挺好的 专讯王树米的小琪 台北报道